根據彭博的盈利預測的統計 Non-gap 的盈利大概預計會跌至4% 以及之前也提到那些新增的利潤和資金 都會投放在新業務 譬如阿里巴巴如果持貨的 應該怎樣保存呢? 你說阿里巴巴在業績上 我又不敢說是很大的衝擊 我又不覺得業績出來是預降天清 但是好處就是 因為你知道在政策打壓上面 阿里巴巴向來都是第一個 因為馬雲說錯話 所以導致那些政策出力 但其實老實說經歷了半年的時間 你發現馬雲固然是一個轉捷店 但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現在主要的原因就是內地不希望 有一兩個企業 有些很暴利的狀況 他們覺得內地的社會 就不應該一兩間企業賺了所有的錢 所以問題就是 很多東西都要出現讓利 釋放 沒有大數據的優勢 但阿里巴巴有一個最大的優勢 就是它已經跌跪了很多下來 它已經反映了很大部份 你現在傳購很多賣金服的新規 借貸的新規上面 會反映了很大部份 所以你最多定期能打賣業績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看到受到影響的 就是支付寶 電商不能夠反壟斷 娛樂等等 你不知道之後會不會有什麼新鮮 會不會再到下一步 連雲服務 那些雲業務上面 都要為國家貢獻 你真的不知道 是 所以我們的出發點就是 雖然它現在還沒有跌跌 那不如先離開它 我們覺得等業績 會不會業績出來 我最多讓你提到是一 是的 打彈 會不會有機會 你不要覺得突然間有些大生機 突然間可以上去 沒事發生 沒事發生可能到時候才想去追 當然到時候我們可能錯過了 但是你買會舒服很多 所以短線來說 這些股份只是想減次 最多在什麼位置走 你真的很鍾情的 就看業績 但是業績如果不對半 可能又落到185元 170元的位置才走 我就建議都是減次為主 你說如果重貨的 就減一半才提一半 那你整體而言 你說甚至走完 買其他東西 我覺得都沒問題 好